2022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我几乎每天都会使用的东西就是我的Mac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2022年我个人用的最多 同时也是我最喜欢的5款Mac软件 第五名 剪影专业版 剪影专业版是Mac上的一款视频剪辑软件 它算是手机剪影APP的一个电脑版 它的功能更多 然后利用电脑大屏幕和手键的操作的剪辑效率也会高很多 除了一些基本的剪辑功能 剪影专业版还提供了非常丰富 而且颇具本地化特色的素材 这也算是它的一大优势 并且剪影专业版也可以兼容Final Cut Pro或者是PR的一个剪辑工程 包括快捷键也可以设置成跟Final Cut Pro或者PR基本一致的 所以不管你是新手小白 还是以前用过Final Cut Pro PR的老手 都能够很快地上手剪影专业版 其实我自己用的视频剪辑工具主要还是Final Cut Pro 我用剪影主要是给视频加字幕 因为它的语音识别字幕还有文稿匹配字幕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加完字幕我也会直接用剪影导出不同的分辨率码率的视频 还有字幕文件 然后就可以发布到各个平台 第四名 UPDF UPDF是一款PDF查看和编辑工具 它也在今年成功地取代PDF Export 成为我的默认PDF阅读编辑软件 一开始用它主要是看出它的颜值 当然了它的功能也很强 像阅读 标注 编辑 组织页面等等功能都做得非常直观好用 而且好看 这款软件我之前也有分享过 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 软件的更新也非常快 现在它也变得比之前更加的好用 第三名 Infuse Infuse是一款视频播放器软件 它不仅可以作为本地视频播放器 还可以自动识别加载原数据 就可以把你下载的影视资源文件 像这样更好看的展示 所以也可以用它来搭建自己的 私人流媒体平台 Infuse还是一款跨苹果平台的播放器 可以在我的Mac iPhone iPad 甚至是App TV上使用 同一个苹果账号还可以利用iCloud 同步原数据 还有播放进度等等信息 在我们家 在App TV上安装Infuse 然后搭配NAS 就可以搭建一个私人影视平台 第二名 Pixmate Pro Pixmate Pro是Mac上的一款图像编辑软件 我很早就开始使用它 并且已经完全用它取代了Photoshop 它可以实现PS的绝大部分功能 并且更容易上手 在Mac上的性能优化也更好 Pixmate Pro也总能够第一时间 针对新款的Mac硬件 或者是MacOS系统的新特性 做出适配 除了与丰富的专业工具 也能够直接用它编辑ROG式的图像 甚至也可以用它来打开 或者编辑PSD格式的文件 也可以利用它的机器学习增强功能 一键把我拍的照片处理得更加好看 或者是一键人像抠图 不管是处理照片 还是给我的视频做封面 我一般都会用Pixmate Pro来做 第一名 Ulysses Ulysses是一款MacDone写作软件 我已经用了它有两年了吧 它也是我几乎每天都会用的一款软件 我的所有的写的文章 视频 还有我的博客等等 都是在这款软件上面完成的 我之前用过其他的MacDone写作软件 比如Typerry Mweb 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Ulysses 因为我喜欢它的强大和优雅 它的界面和交互设计 总是能够紧跟最新的MacOS的设计语言 没有花里胡哨的功能和元素 它的写作和导出功能 也完全能够满足我的需要 而且它也支持多种写作主题 并且适配了MacOS的深色模式 也可以导出PDF Word 电子书等等格式 导出的样式也提供了 各种模板可以选择 当然写作主题和导出样式 也都可以我们自己定义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 用它来写我的公众号文章 只要写完一篇文章 然后点分享成网页 就可以套用我自己定义好的 公众号文章的模板 显示成一个网页文章 我就只需要复制 然后在公众号的后台编辑器里面 粘贴 就会自动使用我的 公众号文章的一个排版 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省 我公众号文章的排版时间 而且Ulysses也是一款 跨苹果平台的写的软件 也可以在iPhone和iPad上使用 并且会通过iCloud 同步我的写的内容 尤其是iPad搭配了键盘 让我在外面只带iPad 也可以继续写我的内容 甚至也同样可以 直接在iPad上面 把我写的文章粘贴 发布到公众号后台 关于Ulysses 其实能够分享的还有很多 它确实是我目前 最离不开的一款 Mac软件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我 2022年最喜欢的 五款Mac软件 这一年Mac软件的生态 也越来越丰富 软件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你最喜欢的Mac软件 有哪些 欢迎跟我分享 我是华阳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